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香港的福地医生 那我们疫情期间呢 大家经常呢 会在家工作啊 生活也不规律啊 经常呢 我就会被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黑眼圈加重了啊 怎么办啊 那黑眼圈呢 首先我们要讲 分三种类型 要看是哪一种类型 我们对症下药 那第一种类型呢 我们叫做色素型黑眼圈 色素型黑眼圈的特点呢 就是它的颜色呢 是偏咖啡色 或者黑色的 比较深的颜色啊 这个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皮肤的 一个色素沉淀的问题 有些人是天生的 有些人是后天的啊 因为紫外线的伤害啊 因为等等的因素啊 那这种黑眼圈的改善呢 主要呢 有几种方法啊 第一种呢 是这个改善的生活习惯啊 因为黑色素的沉淀呢 跟身体的代谢能力啊 排毒能力啊 都是有直接的关系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做好防晒啊 做好防晒 那第三呢 就是可以通过一些啊 美容或者医学的方法啊 比如说这个激光啊 去这个减少色素的沉淀啊 这是黑色素型的啊 色素型的黑眼圈 那第二种黑眼圈的种类呢 我们叫做血管型啊 血管型的特点 就是它不是那种黑色的颜色 它主要呢 是偏红 甚至有一些呢 是偏青色的这样一个颜色 主要呢 是因为这个皮下的这些 呃 血管的一个不正常的扩张啊 不正常的扩张 有一些人也是天生的 有一些人后圆形成的 那后圆形成怎么会加重 这样一个血管型的黑眼圈呢 主要还是因为休息啊 因为休息不足呢 会导致这个皮下血管 不正常的扩张 这个血管型的黑眼圈呢 就会加重了 那在改善方面呢 首先 最重要的啊 这一种的黑眼圈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啊 就是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善啊 就是我们睡多一些啊 改善睡眠 这个呢 比所有的医学美容的这个治疗方法 都要有效 那在改善睡眠的同时呢 呃 也有一些 比如说帮助收缩血管啊 的一些眼霜去选择 也可以改善到这个血管型的 呃 黑眼圈 那最后一种黑眼圈呢 我们叫假黑眼圈 或者叫结构性的黑眼圈 主要是因为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眼带啊 比较大 或者肋沟 我们的就是这里啊 这里有些人呢 会有一条沟的痕迹 那呃 会产生一个结构上的阴影啊 那是个阴影呢 有一些人就觉得啊 它是黑眼圈 那这一种结构性的黑眼圈的改善呢 可能就要通过医学美容 或者是手术啊 整形的一些方法去改善了啊 比如说啊 轻度的这样的结构性的黑眼圈呢 可以通过啊 比如说一些适当的 肋沟啊 眼带下方的一些填充 去把它掩盖掉 那如果是比较严重的眼带 或者是非常深的这个肋沟啊 可能要通过手术方法 比如说眼带的切除啊 或者是一些脂肪的填充啊 这些这样的一些方法去改善 几个构型的黑眼圈 当然这些医学美容啊 或者整形上面的方法呢 这些都是非必要的一些医疗程序啊 大家可以选择性的 去 自己去选择 那还是建议大家一定一定 如果是有这样 这方面的需求呢 一定要去找 专业的正规的医疗机构和医生 先做咨询啊 再去决定自己具体的一个方案 快来订阅通识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